OK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Berkemban 在讲什么了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Nationalism 这个Berkemban案 就是发展的 可以分成三个aspect 三个aspect 所以第一个aspect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 Kolongan intellectual 看到了又是Kolongan intellectual 我不懂讲多少次了 知识分子 OK 第二个aspect 就是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通过这个Berkemban案 就是写一些文章 Ole Gorongan guru 老师 Berkemban案 就是作家或者是Watawan记者 他们创造出一些作品 比如说 Amba 包子 Majala 杂志 Novel Japan 就是这些小说 或者是思想 OK 第三个aspect 就是他们 Berkemban案 Amba 1 Kolongan Berkem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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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吗 什么是Berkemban Berkemban Berkemban 各位还记得吗 谁的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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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OK 其实也不是叫成立 就是社团 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团 这些社团 他们主要是 Berkemban Berkemban Social Economic 以经济 还有 这个政治为首的这些社团 Ditarajui Ditarajui 就是被带领 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带领 这些社团 所以在这边你们都知道三个aspect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 Internetual 第二个是 Berkemban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Berkemban 或者是Berkemban 我们先看第一个 Kolongan Intellectual 所以这Kolongan Intellectual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 分别是 Agama English 跟马来语 就说一个是 读宗教的 一个是读英文教育的 一个是读马来文教育的 OK 我们先看 Berkem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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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图 五十二 ony 好像 Kolongan 中 儿 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些领袖 他们迪格拉 迪格拉就是被撤封的意思 同样这些有知识的领袖 他们就可以被撤封为高翁姆的 就是很年轻的一个高翁姆 年轻族群 他们通过高翁姆来 宣扬他们的idea 他们也是把这个回教 成为一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基础 阿萨就是基础了 还有阿凯拉 阿凯拉就是他们的那个宗教里面的那个世界这样了 OK 所以这些领袖的分别是有谁呢 有什么 阿谢 阿姆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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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 大哈 OK 现在 他还有样子给你们看啊 这个第一个这个就是这个了 谢 阿姆阿姆 阿姆 阿姆 他们有个特征啊 都是有带帽子 看到吗 啊 有个布啊 宝是这样的 OK 因为宗教师都是这样的 啊 啊 这个谢谢阿哈迪是不是很熟悉啊 的名字啊 我们刚才在上一个 我们有讲到了吗 啊 好 什么是可称多罗安呢 就是兴趣了 他们对这个格拉盖伊斯拉很有兴趣 他们在蒂木登纳求学 就是求学了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其实都是在总统那边求学 然后求学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到 他们很喜欢这个格拉盖伊斯拉 他们就学了 学了过后他们回来这边 就把这个想法宣扬出去 看你了吗 各位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块 来汉秉变一下第二个块 有这样吗 汉秉 有 尤其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名字很难念的 好,so,就是第二个换的主要呢是讲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啊,他们从东东回来过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 汉兵你知道吗?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见了什么东西啊? 第一个字就讲到了吗?他们见了什么东西? 那个 Penubuhan Madrasa 对啦,他们见了这个 Madrasa,他就是什么是 Madrasa? 学院 对啦,学院,ok 所以这些 Kaun Muda,我们叫他 Kaun Muda,因为他们只是分子啊 他们回来过后,他们就立刻见了很多的学院啊 为什么我们要见学院? 他们见学院是要 什么意思啊? 有谁知道吗? Mendubuhan Madrasa 他们见学院是有目的的,就是要推广这个 Isla的这个 晋升,或者是思想 啊,我不讲他们很喜欢那个Krakan Isla 他们在Ig的时候 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要怎样推广这个想法 就是见多一点这些学校了 然后被那些人进去学校求学 他们就会 啊,知道这些Krakan Isla的这些思想啊 啊,可是,当然 本帝要本帝干我们也不干 勒被班呀,马达萨都不干 ok,啊,所以 啊,为那些人,他们 竟然在马达萨,他们得到这些 啊, 只是过后,这些人呢,他们又想要见更加多的马达萨了 啊,以便可以把这一个 啊,思想带给更加多的人啊 啊,阿蒙巴瓦克山 positiv,啊,正面的一个 后果,给这个社会了 啊,所以 啊,所以 啊,这很多啊,啊, 啊,这很多啊,啊, 啊,这个啦,啊, 啊,这是其中一个啦,啊, 啊,这个东西其实 啊,考试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常会问这种 啊,啊,比较常会问的是 干我们讲的那个 2.6了那个 啊,上面这边 啊,这边的话你们可以看看啦,啊,啊,啊, 啊,我们来看一下看这个第三个 Kaichen 这些学生呢 他们的带了什么 他们带来了这个 带来了进步跟这个 现代化了 for这个Islam的 Islam的这个解释 当然除此之外 女生呢 也是有被给予这个机会了 来学习 你们要记得原本 跟马来人呢 他们是很重男性女的 就是他们觉得 女生的话不用去读书的 女生的话在家里就可以 把人家知识分走回来过后 他们见了马达沙公 他们也会鼓励女生来练书 来马达沙练书的 还有就是 他们也很努力的去 团结 马来人 还有 就是发展这个回教 通过这些全新的这些诠释 然后有这个 埃及那边来的人 来带来这个新的一个诠释 OK 所以他们的idea OK 都是怎样传出去呢 然后他们出了建学校之外 他们还怎样把这个idea传扬出去 就是通过 阿爸跟马达拉了 报纸跟杂志的 所以当时的报纸有什么 有奥伊曼 奥伊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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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杂志的 这些杂志的 蛮重要的 OK 如果考试问到你们 他们当时用到什么 报纸啊 来传 你们可以写到奥伊万 奥伊万 或者是 奥伊万 杂志的 都那什么来 都可以 我觉得他不会问四个 他顶多问两个到三个罢了 所以你们背两个就简单的 也是可以了 奥伊万 跟拿辣 容易吗 对不对 这样啦 OK吗 OK啊 所以这边就是讲到 那些人 这些人他们从 中东那边 图好书过后 回来 怎样把这个 这些 drinks 团片在马来半岛 就是有 光过 见马朵莎 啥 这样马朵莎过后 然后 他们这个 想法就传到更快了 然后让我们这边 这马来人 他们有这个 对上有全新的一个 想法 然后女生也是有机会 练书 然后也是可以团结 这边的马来人 他们也就干 鸣笨 马来 然后呢 他们也有 通过报纸 来传 他们的这个 ok 讲完了下一个呢就是这个了 受过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 ok 好 所以啊 志婷来练一下这两个块 我两个块 谢谢 但是呢 nasional 呢 maktab ini pada asalnya ditubuhkan untuk melatih anak bangsawan bagi diserapkan dalam pentadbiran kerajaan british lepasan maktab ini menggunakan kedudukan mereka untuk mendujarakan mendapat pendidikan bagi orang Melayu ok so sekarang 我们讲 受过 英文教育 这些执分者 他们又会 怎样 来提倡 这个 nationalism 的思想 首先 我们有这个 MCKK 你们记得 MCKK 他们主要 是给 英文教育 的 他们是在 1905年成立 然后呢 他们主要是 生产出 受英文教育的 知识分子 and then 他们也是 berberanand nationalism 他们在这个 nationalism 的这个进展方面 也是有扮演着 一定的角色 ok so 这个 maktab maktab 就是这个 学校 或者是这个 学院 起初呢 他们主要是 melatih anak bangsawan 你们懂 什么是 anak bangsawan 什么是 bangsawan 有谁知道吗 有 bangsawan 是 啊 bangsawan 就是 有钱人 对啦 有钱人 ok 所以这个 学校 一开始啊 故事 都可以读啦 只是给 有钱人的 孩子 读罢了 ok 就是说 好像 今天 你跟 那个 Sultan 是 亲戚啊 啊 这样啊 啊 你孩子就可以 进来这边读了 因为你是贵族嘛 对不对 啊 so bakki dissera 当然 本 Tapulian Krajan British 为什么只有 贵族的孩子可以读呢 因为通常 这些学校出来过后 这些孩子都是可以在 英国的政府里面 做一些职位 做一些职位 这样啦 ok 本 Tapulian Krajan British 就是英国政府的这个 行政啦 啊 所以 所以 很多这些 贵族的孩子啊 他们读完这个 Mataq 后 他们就用他们的地位啊 啊 就是地位啊 来 来 来发生 来 来 来 讲出 啊 啊 啊 马来人呢 也是要受教育的 啊 帮这些马来人发生 啊 所以这些贵族的孩子也是不错啊 啊 他们不知识啊 他们读完书够 他们还会想要 啊 帮记者民族 啊 来给他们进步 啊 就要让 所有的马来人啊 啊 去 读书 啊 不然的话 就会落后了 好 所以在这边呢 还有讲到啦 啊 Lapasamata 有一些毕业生啊 出名的比如说这个 Raja Chulan Raja 看到吗 啊 他的名字没有什么 Shit side 他们是叫Raja Chulan 有国王的名在前面的 就他们是应该是国王的后代了 啊 这个人 就是Raja Chulan Raja 还有 Mamut Ma 还有这个Mohamad Yunus 这个Mohamad Yunus 读到我们 刚刚都被有讲到了 还记不记得 啊 我叫门贝啊 对不对 这个啊 还有 Raja Uda Raja Mahamad 啊 Pertugas Bagai Bagai Gradia Mentuk British 这些人啊 这些人啊 他们除了是毕业生之外 他们也是政府的官员啊 因为刚才讲的话 通常这些 啊 读英文学校毕业出来的人他们可以去政府当官员啊 有职位的啊 他们呢 啊 很大胆啊 在英国政府里面做官员 我们还敢去啊 要求英国人去改善这个马来人的这个啊 生活水准啊 啊 啊 以三病们不叫 勒贝 Ba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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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叫他们叫英国政府开放更多的工作机会 给 Oran Malayo啦 Dalam Jabatan Raja 所以这些人啊 他们被写进这个历史本里面有原因的 很伟大嘛 对不对啊 他们不支持啊 啊 他们进去当官员啊 还有去啊 去逼那个英国政府啊 去啊 使马来人 啊 更加的进步啊 OK 给他们工作机会啊 啊 给他们读书啊 这样子 OK 美国们压路的idea 跟 Tun Tut Tan 跟 Chara Bagai 跟 British Serta 我们不能跟 Apa Sepati Wata Malay Lenggara Malay 跟 Tun San Malayu OK 他们基本上他们不会讲 呃 跟英国人硬着碰啦 啊 他们会用比较友善的方法 啊 去跟英国人讲 OK 然后他们也有用 道子哦 然后来选择,比如说用瓦达马来亚,乌巴嘎马来亚,乌鲜山马来亚 所以这些部分都是在讲这个 受过英文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们如何来让本地的马来人更加的进步 让他们不要再那么的烂臭了 不要再一直在家里面种田罢了 要出来做工啊,读书啊,这样子的 好,有问题吗,各位 OK啊,没问题啊,各位还有在吗 没有睡着啊,OK啊 好,so